在科文纳市中心广场的耶诞树亮灯仪式上 树立起高达20多米的耶诞树 并且在上百位围观民众的期待中被点亮 标志着科文纳市正式进入了圣诞季 当天除了有大型乐队高奏耶诞歌曲 还有耶诞老人陪伴小朋友们一路欢声下雨 加上还有人造雪花象征寒冷的天空 并由耶诞灯带来温暖的光芒 位于科文纳中心广场的第三市多杰枪佛文化艺术馆 不只长期参与社区和文化公益活动 今年首次参与并支持该市的传统活动 耶诞树点灯仪式除了融入科文纳市 已经有30年历史 也是当地民众最喜爱的冬季节庆活动之一 同时也让耶诞点灯仪式更加隆重盛大 那么我们不仅把艺术馆布置的美人美奂 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停车场的一些摊位 希望借着这次的活动 那么能够使大家走出家庭 走出那种失望沮丧的那种心情 那么勇敢的来面对每一天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开始 文化艺术馆还将设立 洛杉矶县高中应届毕业生清函奖学金 奖励有特殊才艺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